比如说可能男生体毛比较旺盛 然后也希望男生在这个方面多关注一下 注重一下 哦就是大夏天的别穿个毛骨出来吧 对对对比较形象 毛骨 是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世界上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人们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地区 而选择外出留学 工作 甚至结婚 所以很多人都会希望提升自我竞争力 来吸引异性 原本以为呢 只有女生会比较在意别人眼里的自己 像出门前除了洗脸刷牙 还要化妆 戴首饰 擦保养品 防晒 好像要全副武装一遍才可以出门 但是啊 我前几天刷到了一些小男生发的贴文 才发现 不是只有女生更加注意别人眼里的自己 不管是我影片下方的留言 还是有的时候IG会收到一些私信 大家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男生都想知道的 女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对此啊 我采访了我的两位女性朋友 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同龄人 肯定能跟他们的聊天中 盖着到一些信息的 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就是ok的 比较好的 我觉得 如果这个男孩子 很干净 很清爽 并且很阳光的话 他应该会吸引到 干净清爽阳光 对 干净是外在还内在 一定 内外在咱都要干净 我觉得什么问题 干净的话当然就是最主观最直观的 我觉得他可以给人一个很干净的印象 比如说穿衣服搭配的很简单啊 简单一点啊 注意自己身体的清洁 并且是要没有味道 经常看到夏天有男孩子头发很乱 乱糟糟的 甚至有一些男孩子会露出来体毛 我觉得还是很世界冲击的 就是希望大家做人留一些人 我好像在逼迫别人 那什么样的男生会比较吸引你呢 比较吸引我的男生 我觉得主要一个是很有责任感 我还是一个就可能比较细节控 就比如说男生可能一些小的行为小的动作会让我觉得很 很暖心 对很说我 然后另外呢还希望男生就是尤其是对自己的卫生有一定的注重和管理 比如说可能男生体毛比较旺盛 然后也希望男生在这个方面多关注一下注重一下 哦就是大夏天的别穿个毛骨出来吧 对对对表现一下毛骨 是的 是的 像我刚才的好朋友也都提到了喜欢干净的人 不管是外表干净还是内心干净 对于平时相处的男生呢也会特意去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做一些毛发管理 夏天嘛大家都会穿短袖短裤背心什么的 那就是裸露的地方就会比较多一些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比较长或者浓的毛露出来 就会让人有一种臭臭的感觉 自从我去年夏天开始入手了Ulike的脱毛仪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这种毛发的困扰了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另一款更新的Ulike脱毛仪 很多男生在听到除毛两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疼痛 那Ulike呢特意使用了蓝宝石冰点头 就是说主打一个无痛除毛不伤肤 在脱毛的瞬间呢可以迅速的降温 用在皮肤上面呢是冰冰凉凉的 就避免了皮肤会因为那个脱毛的时候那个热损伤 而造成一些小烫伤啊达到无痛除毛的效果 男生不要再说除毛会痛咯 当然啦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居家过日子嘛不管买什么 大家都一定非常在意这个东西的CP值 其实台湾呢也有非常多的医美诊所 他们有提供除毛的服务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个疗程下来 6到10堂花销真的是挺大的 你任意一个部位的就这种一个疗程的除毛 就可以买一台Ulike的脱毛仪了 那可能有的人就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医美诊所 他们那个仪器非常大台然后功效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么一台小小的家用脱毛仪会不会没有什么效果呢 那我自己亲身实验的就是我第一周用它用了五次 反正对差不多五次然后第二周是用了三四次吧 反正我用它的频率还是挺勤的 那到了第三周就已经不太怎么长毛了 因为我想让它赶快没毛嘛 但是它的说明书上建议是说一周两到三次就OK了 这样的话你连着使用三次也是长毛就会非常的慢 而且长得也会很稀疏 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小科普就是除毛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不是说我连着打了六次它没长了 可能到明年你有一年的时间又没打 它又会长出来了 所以它真的是可能是一个终身的需要我们去攻克的难题 那不如呢就有一台自己的仪器 在家的时候利用一些闲暇时间啊 就可以随时脱毛 一次性的消费就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那像我们去诊所除毛啊 就会有护理师还有医师 那想除一些比较私密一点地方的毛发的时候呢 你还是有人会在旁边的 那这一台Ulike脱毛仪呢它有设置三档模式 全身的毛毛都可以除掉 像是手指关节啊或者是唇毛以及私密部位的毛发 也都可以用它解决 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呢可以使用它的轻柔模式 那像是腋下 还有四肢啊后背啊之类的地方 那边的毛就可能比较粗一点嘛 那我们就给它大力使用身体模式 比较顽固的部位呢 每个人顽固的地儿应该不太一样吧 就可以使用到强力模式 它新出的这个连打模式还可以让你解放双手 就是咚咚咚咚咚一直可以 像奥特曼的光波一样 帮你解决掉身上那些碍眼的毛毛 那夏天已经到了哦 现在购买Ulike脱毛仪的话 还有一些折扣活动 以及你会收获六件赠品 具体这些信息呢 就想见我下方的资讯栏啦 哎不要走开哦 我采访我好朋友们的完整版就放在稍后 还会提到一些大家对台湾男生的印象 以及和他们相处的趣事 请看吧 好的那我来采访你一下 就是你对台湾人台湾男生的印象是什么呀 我觉得在我印象里 台湾男生可能是很温柔很细腻的 对我还挺赞同 你之前去过台湾旅游对吧 对我有去过两次台湾 但是很遗憾没有能跟台湾的男孩子有很多的接触 没事我们可以有很多接触 给我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马上评论区安排上 大家快点把自己留言 不是把自己的那个联络方式打上 我来看看 我先替我的好朋友摔摔一下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台湾玩的时候的感觉吗 他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都很自律 并且这几次出行也感觉到很友好 对 真的 而且感觉台湾的环境的话也是很干净 我非常的认同你的说法 对台湾男生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 台湾因为我没有去过 然后对台湾男生也整体其实不是很了解 然后对台湾男生整体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小的时候看刘青花园 那可能像严重序一样的 那样的男生可能是我对台湾男生的第一印象 就是霸气 对有些霸气 然后有些温柔啊 然后包括有些帅帅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酷酷的 对是的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